这是为什么大家对于我们的制度 国防也好 民防也好 这么的缺乏信心 对 因为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大家都知道 在演一场戏 连最高首长 地方首长也知道 可是就没有重视 至少不够重视 你不能在选总统的时候 才拿出来讲 表示你多么诚实 我更期待的是你诚实 而且你愿意去面对它 大家好 我是沃潮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防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防大小事 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 是壮阔台湾的创办人吴亦农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他这几年推广 紧急应变知识相关技能的心情 而且无论是这两年 我们有推公民行动指南 或是向积极行动指南 在我们沃潮的民防首次发表的记者会 亦农很感兴趣 都有到场来支持 一起来倡议我们这个 防灾避难知识的推广 而且我们这是最新的 这个积极行动指南 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去请教了 专业教官 也是帮助我们非常的多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到乙农来上我们节目 那我们乙农先跟大家打个声招呼吧 大家好 哈喽 谢谢雪莉 谢谢萌萌 很开心 又碰面 对 常常碰面 刚刚讲到的行动指南 讲到的这些 就是给一般大众看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很精致 看过的朋友们 其实都很喜欢 因为又生动 然后又有很多 食物的一些知识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觉得其实做得很好 我们就是希望让一般人 也能够去学习相关知识吗 我想这应该也是为什么 跟一龙会创立这个 综合台湾的原因吗 我们知道2020年的时候 吴一龙就创办了 壮阔台湾联盟嘛 那当时就开始投入很多 紧急应变相关的知识推广啦 跟课程培训 那我觉得应该蛮多人 都会很好奇说 为什么回到台湾几年之后 会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壮阔台湾是 我们快四岁了 节目播出的时候 可能已经过了我们四岁 上幼儿园了 好 现场帮他那 点蛋糕啦 谢谢 其实壮阔台湾 有三个最主要的任务 那我们后盾计划 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 是其中一个 那壮阔台湾的宗旨 我觉得如果只能用一个词 来描述的话 那就是任性 我们希望提升台湾社会的任性 透过三个面向的工作 第一个是社会安全面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透过后盾计划 在推动灾害应变的能力 这是一块 第二个是跟民主治理有关 因为我们不能只有安全的家园 我们要有更民主更公平 大家更信任的民主的一个政治 所以这个民主任性 是我们第二块工作 那第三块我们在谈的 其实是怎么提升 我们家园的竞争力 整体竞争力 所以这其实是 壮阔台湾的三个面向 那今天我们来谈第一个 对 也就是后盾计划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 不到一个小时 我是谈第一个 我怕就谈不来 因为今天我们现在 大家这个观众朋友 可能看不到 就是他桌面上面有一叠的资料 上面都是字 我现在又很担心 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们大不了变成两集或三集 没有问题 我觉得刚刚银银银提到的就是 所以我们一个面向谈一集吗 是不是 对 没有 我看到一起来的 这个您的工作同仁 好像现在表情在进场 脸看有点绿 不知道你办法谈了 那么多时间 所以现在一般其实大众 对统争力团团最了解 就是比较关于第一个 就是比较像我们广泛讲 好像会学一些救灾的技能 急救 然后什么防灾技术 等等这样的一个民间组织 我们应该过去印象就说 这个组织 类似在做类似工作 其实状况台湾之前就有 工部门 或是有些什么疫情疫症 这些各种部门 本来就有做相关的这些收集人员 或是有些培训的课程 那为什么就是状况台湾 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们是因为是比较面对 社会大众吗 那为什么不是直接参与工部门 碰到这样紧经一遍 是讲工部门的做得不够好吗 他们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吗 民间的参与 民间组织的做这件事情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ok好 这样来讲好了 我们看台湾的经验 我们看不管是台湾的经验 还是国际的案例 大型灾害发生的时候 光有工部门 光有专业的应变人员 是不够的 我们不久前的地震 4月3号 相信每一个人都亲身经历 我们也看到 工部门有多么的专业 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锦销学长学姐们 多么的伟大 美日的英雄 ok 可是除了他们之外 第一时间 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 最有能力帮助彼此的 就是或许现在 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 坐在你旁边的这个人 就是你的家人 你的同学 你的同事 那所以我们其实在推广的是 让更多人 更多有意愿帮助彼此的人 都有这个能力 那在灾害的时候 伸出援手 其实这个是责任重大 原因是两个 第一个 我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 帮助最多的人 而第二个是说 你采取任何行动之前 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所以灾害的应变 不能只靠满腔的热血 它其实是需要训练 需要练习的 这是为什么 我们非常重视 专业的训练 符合最新国际标准的训练 那我们把这些灾害应变的知识 推广到每一个社区的教会 每一个社区的学校 其他的NGO 非营利组织 甚至越来越多的企业 也开始跟我们接洽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的同事 他们的员工 也需要这样子 基本的应变能力 这样子在最需要的时候 每一个人 才可能成为彼此的后盾 这是为什么 我们这个计划 我们这个工作 我们称为后盾计划 大家一听就知道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标 是要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是希望救人 我们不是专业的警销人员 我们也不是EMT 专业人员有专业人员的工作 我们在培养的是 民间应变的能力 也就是我们的社会任性 我觉得刚刚 移动这个提醒很重要 就是社会上普遍 大家都期待说 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灾难 各种各种说 你可能第一个期待 想象的是什么 是政府会来救 当然比如说 如果在政府的 这个应变的量 是足够的时候 那你确实可以 可以做这样的期待 没有错 但是如果是更大型 复合式的灾难 但不管是天灾 但也许更复杂 也许是战争的情境的话 你可能第一个时间 当然也许某个时间之后 还是会有政府的资源投入 但是如果你不能等到 24小时48小时 他们来之后 你必须要先有自己的 一个这样的基础能力去 比如说止血 这个你等不了24小时 你可以有基础能力去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 刚刚这个东西 应同听到这点非常重要 就是学习关键技能 可以在逼到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救自己 或救自己身边 在顾好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让我们可以帮助 在有专业技能的情况下 不要帮到忙 第一不要因为自己采取行动 而让自己受伤 第二也不希望越帮越忙 造成更多专业人员的负担 所以这个一个是训练层面的问题 第二个其实是组织面的问题 你可以想象 在灾害现场 如果有一群人 毫无组织的冲往第一线 那可能对救援的任务 造成多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灾害应变 不只是训练 它其实也需要组织 它需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 一个分工跟指挥的体系 待会我们或许会聊到 这是为什么民防这个制度 在台湾成立的时候 那我们的民防法下 灾害应变 它是其实高度的中央 以及受政府的控制 跟其他国家的做法不太一样 但是也是我猜啦 我猜当初立法的时候 也担心会有混乱 一同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有点像民防这个概念 因为其实我们握手 也长期在这两三年一直在推 广义的民防知识的一些推广 这个雪莉应该也感同身受啦 我们其实常常在推这些议题的时候 都常被贴一些莫名其妙的标签 因为我们就是 我们自己在做相关的宣传啊 不管是社群啊 或者是一些接触的时候 可能就会发现说 有些人觉得说 是不是我也很耸听啊 或者是讲到战争 像我们积极行动指南 标题就直接有战争嘛 可能就会有些人觉得说 那你们推这个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啊 对那应该也还记得 我们去年刚好开这个积极行动指南 记者会的时候 同一天就这么巧 就有这个某政党 其实还是其实不用讲某政党 就是许晓星 就开记者会批评说 外国势力介入台湾啊 利用民间团体要推向战争之类的 那我们握手自己光是做 这种民防观念的推广 就已经会有一些负面的解读 那一弄自己更早参与 这相关的东西 是不是有遇过一些类似的事情 就被负面的标签 我觉得我们谈民防这两个字的时候 在台湾有很多的包袱 跟很多的误会 那这个原因有几个 我觉得一个是法规面 像我刚刚讲到 我们的民防法成立二十多年 那这个法规上有一些 比较奇怪的地方 我们待会可以谈到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当然也有政党 跟这个政党竞争之间 还有当然中共 他们的倾向是把民防的 所有的努力 操作成一个挑衅的作为 跟打仗有关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误会 让我们在推动 社会任性的工作的时候 更加困难 所以其实我们都谈灾害应变 我觉得民防其实是 不过刚刚是我自己提 这两个字的 不过你们的节目叫做民防 我们其实见证有发现说 松一点 大家其实是接受度比较高 那因为我猜啦 我觉得一般人 就算你没有太多的政治敏感度 不太看政治新闻 你听到民防这两个字 第一时间因为中文语言的关系 可能会联想到民兵啊 民团啊 所以其实在缺乏政府 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宣传 跟教育之前 民防很容易造成误会 然后很容易被操作 那我觉得我们 我会想要先退步了解 别人在谈民防的时候 在讲什么 因为民防这个概念 并不是新的 也不是台湾独创的 其实早在日内瓦公约的 附加议定书 1977年 就已经有明确的定义 民防是什么 他有15项工作 是民防任务的这个内容 那我念其中几个 好 不要念数个 几个就好 我先讲民防的整体目标是什么 我再讲这15项任务 民防整体目标就是 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那这个灾难的定义是 不管是天灾 还是最可怕的人为的灾难 例如战争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保护民众的生命 第二 要确保民众面临这样的状况 可以复原 第三 给他们生存的机会跟条件 所以这三个最基本的任务 其实都是在救命 是希望在协助民众 可以面临这么大的冲击 不管天灾还是人祸 可以生存下来 这是民防的目标 那他下面的15项任务 就包括 预警 疏散 避难 缺点的管理 救援 医疗救护 打火 危险区的标示 除屋 要继续念下去吗 这几个 我没有在说 十个 但是这一类 这一类的东西 当然包括紧急物资的提供 OK 我继续讲 关键基础设施的复原 提供任何跟生存有关的 服务跟协助 每一条都是跟救命有关 每一条都是要协助民众 所以在很多国家 在谈民防这个概念的时候 他们更倾向用民间防护 Civil Protection 对 Civil Protection 翻过来其实都很难 对 又是民防 没有那么准 我们看到国际社会 在谈这个观念的时候 有Civil Defense Civil Protection 有Home Front Defense 这些都是大家用的字 但大家在讲的最核心的观念 就是协助Civilian 一般民众 在最危急 最困难的时候 确保他们的生存 OK 我觉得宜容刚刚讲这一点 就是刚刚前面 还有提到一些法规上的问题 这指的我们去follow up一下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 从基础上的法规 刚刚提到一些bug 我们自己过去研究也是 就是有些很像是 从非常早期 也许是政府的这个 威权体制还比较强的时候 去定定的一些规范 然后随着到了近期眼镜 变成是 可能是从灾防体系出发 或是有民防法 或是有这个 全民国防的概念等等 有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但是问题是 其实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连民词的定义 都没有定义好 所以才会出现是说 这个事情是内政不管 是国防不管 是中央政府管 地方政府管 还是是没有人管 所以不知道 一龙刚刚提到的 这个法规上面 觉得目前你们碰到 或是你们发掘到 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法规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在 民防的定义上面 跟民防任务的 这个拟定上 你可以想象 2000 我们查一下 应该是2001年 左右立法的 当时完成 完全的民主化 才不久 所以可能是 这一部分导致 我们民防法下面 所列的业务 跟我们刚刚讲的 国际间怎么看民防 已经有一点落差了 比如说 其中一个业务 是支援军事情务 对 这个是全民动员 这是国防问题 OK 后辈的动员 或者民间支援军事情务 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你把它跟民防 绑在一起的时候 民防的本质 我们刚刚讲的 救命的本质 就有一点点被 尴尬 就有一点尴尬了 对不对 因为在国际法 人道救援法下 从事民防工作的 专职 专责人员 我刚刚讲的 15项任务 他其实是受到保护的 他是非战斗人员 非战斗人员 受到保护的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战争的案例 完全 完全不管日内瓦公约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 我只要强调 就是说 大家是把民防的任务 跟民防的工作 是明确的定义 他是非军事 他可能受军事指挥 因为在冲突的时期 还是要一个指挥体系 但是从事民防工作 我刚刚讲的 这15项任务 其中之一的话 如果你是专职 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是受到 国际公约的保护 但是我们在 列我们的民防法 写我们的民防法的时候 你把军事勤务放进去 你把一些其他的东西 像车辆的管制 跟演习放进去 它就是导致到 看这个法的人 其实根本看不出来 民防的精神在哪里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当然是我们 我觉得任何政府的 一个倾向 就是想要控制 指挥一切 政府当然有政府的角色 公权力的行使 这些都是我们都了解 我刚刚也谈到 在灾害的现场 如果没有组织 如果没有一个指挥体系 只会造成更多的混乱 所以指挥体系是重要的 但是民防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精神就是 当一个国家 一个家园 面临这么大的冲击 再一次 不管是地震 还是战争 这么大冲击的时候 我们需要动员的是 整个社会的力量 它当然有军队 当然有警销人员 但是也有民间的组织 自发性的组织 如果一切都受政府控制 那你就是政府了 你没有善用到民间的力量 跟民间的能量 就变成是大家可能都是 会待着 等着政府的指示 谈定也会变小 你就没有那个社会任性 有下额上的小 我们的政府专业的地方 其实真的做得很好 在这次地震的救灾 我们也看到消防人员 他们的专业 但你要知道 全国消防人员就一万五 一万六千人而已 两千四百万人口的国家里面 只有一万五千 一万六千人左右的 全职消防人员 这个比例 我们事后可以再看一下 算一下 现在马上上回错 我都说一比一千五了 大概一比一千五百 就是一位消防员 配一千五百位民众左右 他要一个人要负责 一千五百个人 一个人要负责一千五百人 平时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比 我们可以想象 平时就可能多吃紧 特别是疫情期间是一个例子 那时候连确诊的人员 转院的一些移动 都需要透过消防人员 跟救护车的协助 那个时候就吃不消了 但是你可以想象 下一个全国性的 大规模的灾害吗 下一个像九二一 这样子的状况 或者冲突的状况 我不管 其实我们谈灾难应变 灾害应变 就是我们其实是 全灾害的一个形态 因为不管事故 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它可能是地震也好 它可能是气暴也好 它可能是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 或者是战争 那个后果都一样 我们看到的是 大规模的摧毁 我们看到的是 我们平时所依赖的 紧急应变体系 它超载 我们看到的是 关键基础设施的服务中断 我们看到的是 很多人伤亡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当然是需要 我们当然是需要 动员整个社会力 所以它包括我们的警销 包括我们的疫警一销 也就是在台湾 狭义的这个民房组织 可是它也必须包括 广义的民房的这个力量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过去这几年 一直在推动 灾害应变的训练 也是为什么 我们的训练对象 不再是一般民众 我们两年前 三年前开始 推这个训练的时候 我们是公开招募 开班 我们一般人 都有去参加过这样子 谁都可以来 对 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很好 可是我如果开始在推 我们开始兵推 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需要动员的是什么样的人 是一堆散户 还是有既有的组织 站出来采取行动 更有效率呢 那这个答案很明显 对 更精准的target audience 是 那就是谁 就是教会 就是学校 就是你的校长 你的教职人员 这就是平时就在服务 我们社区的人 其实我觉得 刚刚一同提到的概念很好 就是因为我们有些 不同的团体在做 不同的这个推广 我们自己现在也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要如何真的是 button up 就是由下而上 而且是社区化 草根化 就是你不然就是 我可能训练了 灵星的个体之后 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度 就变成就是这个散沙化 如果它是一个既有 在社区内的组织 刚刚提到的 教会系统 或是学校 就是那个学区 那个社区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 button up系统 而且我们自己在推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也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感触 是我们这种 跟过去教大家 比如说 我们可以想想40年前 30年戒严的时候 可能政府是教大家说 反正你要怎么应对战争 你要怎么应对战争 那种有上而下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是自主的 由下而上的 展现出我们就是有心 要守护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社会 由下而上 自主是绝对是好事啊 这也是公民社会 我觉得最强的地方 只有公民社会 这个民主国家 才可能有这样子的环境 让不同的团体 自主性的由下而上去发展 我觉得当社会大众 看到有这么多的团体 想要多做一点事 我现在看到的是有两种反应 第一种是很正向的 就是太好了 有这么多人有公民意识 想要为家园多做那么一点点 OK 所谓那种小确幸 其实不是问题 因为其实大家都愿意 对 OK 那另外一种反应 比较可惜的 就是开始批判 批判什么呢 你们乱来 或者是你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或者是挑衅 或者是呢 我另外一群人 他们会说 其实台湾都有民防了 你们这个不是民防 你看你看 民防法在这边 你们这群人 民防法的定义 不包含你们 民防法的定义 来在这边 第三条写什么 第四条写什么 OK 你们不是民防 所以我觉得这些 其实比较可惜 因为他没有看到的是 大家所展现的公民意识 是多么值得鼓励的 那当然我们应该到头回来 再看一下我们民防法 有法规 它有它的原因 我们了解 我们可以去了解说 为什么当初这样的立法 我觉得更有建设性的是说 我们有所谓 我们的政府 这个狭义的民防体系 这下面有9万多人 他们平时在做什么 对 然后呢 他们能不能够 多做一点点事情 其他的事情 那当然大家可能都 多少听过民防大队 可能听过选手队 可能听过 艺交 艺警 山地艺警 等等 其实这一群人 他们戴不同的帽子 有不同的任务编组 但是加起来大概9万人左右 那我们当然知道 民防这几十年下来 制度上有些缺乏的地方 在内容上有一些 可以改进的地方 你讲的好保重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我们跟民防大队的 这个接触跟这个 心得 对 那我们当然很多人知道说 民防大队 好像都没在做什么 好像没有在训练 好像是联姻性质 甚至是市长 县市首长 绑装的方式 政治装脚 政治装脚 对 因为毕竟民防的 很多的高阶干部 都是县市首长指派的 他不是从基层做上来的 那可能就是市长的 某个市长的主要支持者 或者某个议员 这个条阿咖 然后等等 或者议员本人 都可能是中队长 大队长 那这个是我们的 现实的状况 再加上我们的民防体系 参与的人 大多数是男性 而且年纪偏大 为什么年纪偏大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民防规定 就是说你要加入民防组织 就是台湾政府的民防组织 民防法下面的 要这个 就是大写民防 对 刚刚这是英文翻译 OK 你需要 比如说你要35岁以上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规定呢 异弊 也不会被叫召了 对 当时在订这个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考量 跟国防 跟军队 跟军事 跟后备 系统 不可能互相抢人 我既是民防的人 我又是后备军人 然后我又被 同时被两边叫召 对 所以其实他有他的逻辑 他有他的逻辑 无论如何 我们现在有狭义的民防 也就是在台湾 政府体系下的民防的成员 大概9万人左右 多数是男性 多数年纪偏大 多数有政治的味道 OK 我觉得讨论到这个 我觉得学历之前我们也常讨论到 就是关心这个题目的性别比 其实很有趣 因为刚刚有讲到说 可能过去这一题 好像会觉得多数都是中老年男性在参与 或者是有一些刻板的标签 那民防观光是什么事 我们之前其实就访问过中院的刘文老师 或者是担任过志愿意识观的Cony 那我们就有发现说一个现象 很多时候这种会关心民防题目的 其实可能比过往刻板印象中想象的人更广 对那或者是说有的时候一些网路上的讨论 就会有人讲到民防啊 就先呛人家有没有当过兵啊 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这一题应该蛮可以请乙农分享一下说 如果我们遇到有一些人 他的刻板印象就觉得说 好民防就是当兵 那你如果要关心这一题 那你就要去当兵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这样子的说法 我觉得这是政府很大的一个问题嘛 我们看到就是大家不知道民防是什么 你可能是联想到民兵民团 这个才会去想到说 那你不要讲这么多 你去签字愿意好了 对对对 大家说签下去 我们留言常常收到这种 就说签下去 所以我谈灾害应变 我们谈的是国家的任性 我们谈的是所有的技能都是为了救命 为了让民众面对天灾或人祸的时候 再讲一次可以生存 OK可以复原 对保护他们 OK这是安全问题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前提下 民防的工作 或者我直接讲灾害应变 灾害应变该有的训练 除了紧急的照护之外 急救部分 刚刚您讲到止血 对不对 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还有轻行搜救 我们这次地震就看到了 对不对 第一时间 楼倒下来的第一时间 在第一个小时内 我们可以救出来的人 协助他们脱困的人 他们的生存几率最高 如果要等到两天三天 等到搜救权来 等到远地的警校人员来 甚至等到国际的救援到现场 那已经太晚了 OK所以他的内容是救护 他的内容是搜救 他的内容是避难的管理 人口的收容 通讯 关键资讯的这个分享 等等社区的组织 我们就是要维持社会的运作 这些东西跟当兵没有关系 这是每一个社区 都应该要有的能力 刚那个一中提到几个词 当我想到 其实状况台湾之前 我去训练有一个 这个概念 我觉得等一下一定要介绍一下 就是叫做T-Cert 这样的一个队伍 而且我们之前 沃曹采访过的经验是 其实参与T-Cert的人 女性的比例很高 而且也跟这个 刚刚讲说民方 因为你刚提到 都是相对资深的男性 但是参与T-Cert队伍 尤其是你们那个时候 我们碰到的情况就是 高比例的相对年轻的女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你的问题是女性参与 我完全没有回答 我也想要问说什么回答 这些整天叫人家 签字愿意的人 当兵的回答 其实就很重要 因为那个就回答 一个大的东西 但是女性参与这个事情 其实现象 我们这因为各个 我们自己的活动也发现了 我们自己为了沃曹推 有发现这个现象 你看我们现在的官方的体系 不管是军队 还是义务役 还是替代役 还是我们刚谈到的这些 一锦一销的民房体系 多数都是男性 可是国家是大家的 为什么只有男性 有这个机会 去参与保护家园的 这份工作呢 把它看成是权利 不是义务 他们没有这个 反而是女性 被排除这个权利 是 那当然我们看成义务 或者看成牺牲 是因为太多人的经验 太不理想了嘛 所以男生说 你也来你也来 不要在那边 只会讲民房 这太鸟了 赶快大家都进来 但是如果他的训练是 我再回到 符合我们最核心 那个精神跟目标的 那应该是 我们不应该排除任何人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我们不应该排除任何人 不管是第五代的台湾人 还是新住民 只要你住在这边 只要这是你的家 大家都应该有这个机会 一起来参与 不过还是要回答你的问题 像我们的经验 的确我们在过去这几年 实际来参与过我们训练的 已经超过一万五千人 而且大概是六成五七成 都是女性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这公民意识 不分性别 你只要给大家机会 我觉得你要遵守三个准则 第一个是 我们的训练是要有意义的 第二个是 我们的训练是要够硬的 就真的是学到东西的 第三个是 我们不要浪费人家 一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三件事情 我觉得不管你是政府的计划 不管你是义务义还是替代义 还是你是民间的自发性的组织 你只要能够做到这三件事情 我相信你会发现 很多人愿意来了解 更多很多人愿意来参与 对就跟现在有点像 谈到新式的教授 大家如果发现是 真的学到东西的 那可能就会主动去参加 我看移动的表情很复杂 不太想提这件事情 没关系 我们来进 我们再下一个部分 因为刚刚你还没有讲到一个 我们刚刚提到T-CERT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因为好像这个并不是过去 大家会提到的名字 它跟既有 不是我们现在已经很多 什么民房大队 一经一消等等 有什么差别吗 我知道 马世元老师有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题目他其实也非常的熟 为什么呢 我先讲CERT CERT C-E-R-T C-E-R-T是什么东西 它的英文是 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也就是社区紧急应变队 社区紧急应变队 它是来自于美国FEMA 它的联邦紧急管理署下面的一个社区计划 FEMA下面的社区计划叫CERT 那CERT他们在美国推动很多年了 它的名字就是社区紧急应变的概念 那它拟定了一套准则 那就放手让美国各州各县市 在地的消防队 在地的消防局 在地的教会跟学校 自己可以组成 他们的社区紧急应变队 那他们的训练就是FEMA所定的这一套 标准课程 标准内容 标准的语言 让你的CERT team 不管是在纽约 还是Arizona 他们的语言是一样的 名词的定义就可以先接轨 不然会有通口 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大家都有一样的准则 大家都有一样的乐谱好了 面临任何的灾害 但是它的重点在于 community see这个字 因为他们也意识到 灾害发生的时候 FEMA不可能 就是美国的联邦政府的 负责灾害应变的 它不可能立刻到每一个县市 到每一个社区 去提供需要的协助 速度没有那么快 资源再多预算再多 政府再大 它没有办法做这件事 所以它依赖的是 社区的自主应变的能力 所以他们推动这个计划 那为什么有一个T-CERT 你刚刚问到T-CERT 因为我们的消防署 看到了这个计划 我们的内政部看到这个计划 觉得这个很好 所以他们把这个计划 也请了美国FEMA 来台湾受课 培训总指教官 然后在台湾成立 台湾的CERT 所以是T T for Taiwan T-CERT 这是一个消防署的计划 它从今年开始 未来六年 会在台湾的各地推动 它一开始 据我所了解 我现在没有办法 帮消防署发言 我从来没有办法 帮消防署发言 我只能帮他们分享一下 就是他们应该是 一年一年慢慢的推动 从政府机关开始 或许是驱工所 到关机主设施 等等的这个民间 这些文人 们可以开始有 这样子基本的训练 那我知道它的终极目标 是推动到 民间社会的各个社区 因为毕竟是叫做 社区经济演变 它的这个时程 跟相关的这个执行的细节 我老实说不了解 但是状况台湾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们去年 也就是在政府计划 开始推动之前 政府预算下来之前 我们其实组成了一支队伍 招募了一支队伍 也训练一支队伍 做一个T-CERT的示范队 所以我们要示范的 就是说 其实这些东西 一般民众透过 大概50个小时 就可以训练到 什么样的一个level 什么样一个等级 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示范让政府了解 不要小看公民社会的力量 所以我们去年 做了这个示范队伍的 培训之后 我们在去年9月21号 921的国家防灾日 示范队伍也有示范 给总统 内政部长 国防部长 管会 秘书长等等 给他们看 让他们了解 我印象深刻的是 总统看完我们的示范之后 问了只问我一件事 他没有问我最近好不好 他说这些人哪里来的 对这也是我们也很想问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样貌 跟平时参加政府演习的人 很不一样 年龄层不一样 性别不一样 长得就是不一样 对 一望极致的不一样 那我跟总统说 包括总统 大家都是特别请假来参加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正职 每一个人都有工作 但是大家都很期待 可以好好的训练 然后好好的参与 这样子国家级的演习 跟公部门的人一起 跟其他的志愿者一起 跟其他的NGO一起 所以其实 大家是有这个心的 那你要给我们机会 所以我觉得T-Cert的这个经验 告诉我们说 这个方向是对的 这个方向是对的 那我们缺乏的就是 更有效的沟通 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这也是为什么 你们的这个Podcast系列 是这么的重要 尽管有人洗版 没有 目前Podcast是还好 是这个脸书的部分比较多 我们Podcast的听友 都非常的友善 跟很爱我们 因为刚刚聊到T-Cert 那我们也会请同事 把这个相关的报道 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处 那各位听友也可以再去看 那我觉得我们 就是写这个T-Cert的部分 里面应该有蛮多 很重要的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像刚刚仪农提到的说 这其实是一般人 然后可能大家平常 都有自己的正职工作 然后愿意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所以节目的最后 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想要问仪农说 那如果对这个一般人来说 一个关心这个题目 他可能刚开始接触 这样子的普通人 或者比如说像我这种 完全没有接触的 会建议可以从什么样的方式 入门或者是了解 太好了 我就等你问这一题 因为我现在正式要招募了 太好了 欢迎广告 尽量广告 现在要进入广告时间 尽量尽量尽量 尽量尽量 都讲不出来 我们常常有很多来宾 就是非常客气 就说不能广告 没有没有 尽量拜托广告 不是我刚刚要 以为是切广告音乐 所以这让我们 尽广告 尽广告 破口 开始 没有不是那种广告 我们希望你认同 成为彼此后盾的观念 跟理念 那的确 讲了这么多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 开始采取行动 今天其实想要邀请雪莉 来参加 来报名 我们的后盾小队 那后盾小队 是我们今年的 最重要的专案 希望你加入 实际参与一个团队 跟20个人一起 完成我们一系列的 民访相关的训练 灾害应变的相关训练 然后也希望 这个今年年底 也会有机会 参加工部门 跟民间社会 一起的共同的演习 那后盾小队 有别于过去的一些 你或许参与过的训练 或听过的训练 以前你训练 可能是自己去报名参加 一次学一个东西 那你现在加入后盾小队 你就是跟你的队友一起 完成基础的训练 然后开始为社会 为社区服务 带着你的 你学到的东西 参加各地的活动 成为他们的后勤支援 和医疗组的支援 你没有机会当过兵 我希望你把后盾小队的 这个经验 当成你的 公民服务役的这个机会 那我接下来 可以一辈子都在嘴 这件事情吗 然后就是如一些 但是你在这边 不会需要数馒头 对 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的这个 在训练上的 这几个原则 不要浪费任何人的时间 然后我们知道 大家是排除万难 来参加训练 来付出 那也因为你愿意参加 我们也承诺给你最好 也就是最符合 国际标准的训练内容 给你最好的师肢比 可以不超过一比八 而且都是 现役的军警销 或者医事人员 带着你一起学习 让你知道你学的东西是 其实人家在第一线 甚至正在用的知识 你学习的语言 是别人在救灾上 本来就在用的语言 所以那个报名连结 现在要开始试出了吗 报名的方式 还是有连结 我们可以放在资讯栏处 大家找不到 请到壮阔台湾的网站 好 请大家follow 壮阔台湾的网站 会有报名 也就是 forward.org.tw 但是key壮阔台湾 希望会出现在 前五名搜索的这个结果 我必须说一件事情 我想要 这可能到时候 会被剪掉 但是我还是要讲 就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一样 我们知道说 这个草根的力量 我们了解 由下而上 是多么的重要 而且才能够持续 因为不管政策 不管预算 政府的政策 还是政府的预算 不管立法院的状况 我们知道公民社会 可以稳稳的 一步一步的持续的迈进 但是政府还是有他的角色 这个我们不可以忘记 民间重要 不表示公部门不重要 两个都必须更积极 当我们谈到社会任性 或者是谈民房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要知道 其实每一个县市政府 都可以做更多 中央也可以做更多 中央是政策的拟定 跟指导 预算的编列 可是地方政府 早就可以做更多 因为我记得 我们的前市长 台北市前市长 柯文哲 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在一个 也是podcast节目上面 他说我当过台北市长八年 我跟你讲 那个外安演习都是假的 好哦 但你想想看 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当过市长八年的人 参与了 他有机会主导 一个有实质帮助的防空演习 他有八次这样的机会 然后他在第一线 都知道这是假的 而且他这样说出来 而且 然后他没有要做任何事 可是我们 可是一年又一年 我们每一年看到 都是一样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大家 对于我们的制度 国防也好 民防也好 这么的缺乏信心 对 因为其实大家都 心知肚明 大家都知道 在演一场戏 连最高首长 地方首长也知道 可是就没有重视 至少不够重视 你不能在选总统的时候 才拿出来讲 表示你多么诚实 我更期待的是你诚实 而且你愿意去面对他 所以当然我也希望 今年不管你是 哪一个县市的首长 他们也应该 更正视这件事 因为社会大众 已经告诉我们 透过行动 告诉了政府说 我们是在乎的 对 我们是关心的 你不能再演一次 OK 30分钟的一场戏 那大家只会持续 对这个失去信心 然后我们只会看到 更多的民间团体 挑出来 想要做些什么 因为觉得政府 没有在做 对 宇东刚刚 这一趴讲得很好 不会剪掉 不会剪掉 剪预告 对 剪三级预告 对 而且其实 我觉得这些东西概念 我觉得 跟我莫嫂建议很像 然后其实就是 我们这种民间团体 一部分我们做自己 觉得重要需要 一定要做的事情 政府既然还没有跟上 我们来做 而且我觉得有个效果 就是我们先去做了 make it happen之后 如果又造成足够影响力 政府他就会有压力 而且或是他会觉得 他可以picky down 他可以拿来 用政府能量 去把它施展的更广 这也才是我们需要看到 就是整个社会 造成 是是是 我们看到卧槽的 第一版的手册出来之后 很快很快 国防部 就丢出一个版本 不对 我说错了 他们敢在你们出版前 宣布 没有 我们的先出来 这个就很的确 不然我讲 我讲我讲 就是我们出了之后 国防部很快就出了一个很像的 OK 大家游泳跑步一起努力 所以这是好事 就是说其实政府 也有在看民间在做什么 有 我们的训练也一样 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case study 它是一个公部门 跟民间社会互相鼓励 对 鼓励 越做越好的一个正向循环 对 OK 刚刚这个手册是一个例子 我觉得我们在民间推动 紧急战术伤患照护 也是一个例子 民间推动TECC的训练 其实因为壮国台湾过去几年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训练 对上是基层的园警们 基层园警学长们跟我说 他们缺乏足够的 实作的紧急照护的自救训练 听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难过的故事 我觉得这就是公部门 跟民间单位合作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有这样子的量能 跟医院来去协助他们 至少让他们在自训上 他们的每月的复训上面 可以有更多元 更丰富的训练 那我们看到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 刚好国防部也开始推动 这是好事 这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没有一个公民团体 有能力提升台湾2400万人 的应变能力 这个一定要有公部门的领导 那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角色 我们最大的附加价值就是 我们在民间先展现 先示范 还可以怎么做 然后我们很乐意 也很欢迎任何有需要的公部门 把我们的东西直接拿去 OK 拿去抄袭 拿去使用 如果他们愿意这么做 或者他们受到启发 做得更好 OK 我觉得这个就是job well done 我们大家都应该很开心 真的 易东刚刚其实有提到说 有跟民房大队一些交流的经验 所以是什么样的 因为你也知道 我们除了训练民众 我刚刚讲的一些 公民社会的各个团体之外 那我们也有机会训练 民房大队的这个中阶跟高阶干部 北中南区全国的 来自全国的 那这个经验 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在提供这个训练之前 警政署的承办人员 也有跟我们说 我们那个强度可能要调整一下 要斟酌一下 因为毕竟大家都比较资深 年纪或许比较大一点 可能不太习惯 我们强度的训练 有了这样的预防针之后 我们当然就当天到了现场 那我们跟他们分享的是 我们所谓TECC 就是战术紧急伤患照护 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紧急救护的观念 跟现场安全的观念 合在一起 让我们的这个照护 可以更实用 大概四到八小时的训练 我们到现场呢 我就看到好多的 这个民房的高阶干母 陆续抵达 有的开着皮卡车啊 穿着西装呢 然后一路滑手机 滑到这个教室的 因为他们都很忙嘛 很多都是董事长 成绩的人 社会先打 是 我们很惊讶的是 他们的学习意愿 没有比一般人还要低 我在讲 他们学习意愿 没有比一般人还要低 这个 因为我们的训练是重操作 我们希望你不要来这边 听讲课 实际操作 你才能培养这个肌肉记忆 我们最怕的就是 大家在灾害现场 或者要采取行动的时候 还要开始思考说 那我现在要怎么办 下一步要怎么办 那要培养肌肉记忆 就是唯一 就是透过不断的操作 跟演练 我刚刚讲的滑手机的 我刚刚讲穿西装的 其实操作时间到 都躺在地上 乖乖躺在地上 互相操作 OK 学员之间互相操作 就是我想要说的是 尽管这些组织 他可能有一些政治的 不同的倾向 不同的倾向 或者他可能是有一些 政治的性质 联姻的性质 可是不表示 参与这些组织的人 没有心一起投入训练 一起学一些有用的知识 OK 所以这两个是没有冲突的 我想要说的是 我们的民防体系 不需要打掉重来 这九万人 尽管都是男性 不是说男生就没用啊 尽管比较知识 而且他们已经有那个连结了 不是说知识就没用啊 对不对 我们男性也OK吧 所以我觉得 大家对自己更有信心 我觉得这是重点 我看到的是 不管是我们训练的 协助训练的替代仪也好 民防大队的这个 俗称调阿卡们也好 一般民众也好 其实大家都愿意参与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让我最感动的 也知道说 其实我们不用那么 小看自己啦 大家要对这个台湾 或者是对我们自己 都要有信心 是 我觉得其实 今天整集下来 我觉得其实我们都 彼此有这种感觉 就是身为一个公民团体 我们做的 督促政府进步的方式 就除了只是 比如说什么键盘响 没有 我们就真的做出一些东西 让政府看说 对 你看你可以这样做 你个人也可以透过 自己积极行动的方式 学习保护自己家园 守护自己民主自由生活方式 那是实在技能 我觉得今天 非常感谢怡农 来我们参加我们这题的 民防关我什么事 我觉得接下来 应该还有机会要再邀您来 因为不然我们这期时间不够 希望下次再有机会 再跟盈龙聊聊更多 关于管兽民防 紧急应变等等 相关的知识 相关的话题 我们谢谢盈龙 今天参加 谢谢 谢谢 大家拜拜 拜拜 我草民防关我什么事 是一个讨厌民防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防议题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防御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 我草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follow 我草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